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晨 今天是星期六 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迎接新的一年开始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市值最大 在港股市场里面市值最大的五个股份 分别是腾讯 阿里巴巴 建筑银行 美团和汇丰控股 我和大家说的将会是中期形势 所以稍后看的全部都是周线图 简单说一说这五个股票最新形势是什么 哪个强点 哪个强点 哪个弱点 看看昨天这五个股票之中有三个升两个跌 升跌幅全部都不大 最大一个都是升1.738%的汇控 主动买股比率 全部都是50%比50%附近 买家和沽家的入市进取程度相弱 没有一种特别多 这种比较多 60%比40% 阿里巴巴 比较漂亮 看看上升动力 它收110元 收市位收110元 就看资金正主动买入 都是比较多的72200万 就这样看来就应该以它表现 好些的 所谓表现好些 即是数货的情况是明显些 而汇控更加创出52周新高 55.75% 收55.6% 好了 我们开始看图表了 未看个别股份的表现之前 我们看看过去半年 半年计算 即是由去年7月28日到昨天 今月28日 这半年之内 它们的表现是如何 先看看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跌了7.552% 即是买盈富基金 在过去半年输了7.552% 这是恒生指数 接着我们再看的是 腾讯 腾讯 就是赢钱的 6.04% 最惨就是阿里巴巴 输了接近两成 建行 比腾讯更多 会带来给你7.194%利润 美团 没有什么大变动 跌了0.288% 汇控 就厉害了 汇控 是 31.741% 即是说 持货半年赚了超过三成 放入图表 会看得很清楚 比较好 对比 例如 腾讯 橙色 对比哪个表现最好 最低的是什么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是紫色的 看完这张图 先看腾讯 先看腾讯 腾讯 周线图 阴阳足周线图 简单说一说 近两个月 不止两个月 应该由 8至9月 开始横行 反复横行 做一个整固的形态 波幅就越来越缩窄 现在最新的形势 股价今个星期收市位 460元 在保里加通道中组上 还能搜到 SAR是利淡 RSISTC MACD 都是利好 即是说 我们有 1 2 3 4 指标利好 1个利淡 中期 腾讯 是向好的形势 是一只不值得持有的股票 当然 股票是否更加值得持有 有 当然 看中线前面盘盘便知道 形势是这样 要突破的位置 先看 如果是向上的 我开开量度线 先看 495.6 再看 501.6 再看 515.6 站得稳 515.6 上面 中期形势确认转好了 这样 而是中期的重要支持 这个位置 是415.6 这个位置 是407.6 当然 我们来看看407.6 总结 就是407.6 就是支持位置 慢一点的支持位置 就麻烦了 那就要看到 下面这个 398.8 有了 3个阻力位 2个支持位 你够直播率 就可以入市买货 现在 过去的星期 已经跌得这么厉害 它没有跌低过 407.6 所以我觉得 你放止蚀位 就不需要放到 中期 不需要放到 398.8 这么低 直接放在407.6 就上网 刚才说过 那几个位置 495.6 这个位置 大家自己看 我不动 我不动 cursor 滑鼠 501.6 以及 515.6 OK 说不动 习惯了手势 又动了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个横行区 里面 等突破 这个就是腾讯 再看腾讯的三个辅助分析指标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我们在等5月平均线 就是5个月 平均线 就升破20个月的平均线 这个形势就没有那么淡 现在 都是叫做 都是叫做利淡 这个星期 跌市兼音竹 就成交比上星期 缩减少少 缩减少少 缩减的不够多 缩减的不够多 反应的下跌动力还在 还在 未散 有些沽压 OBV 就跟股价走势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你看真少少 这个位置 见过是 正11331 这个位置 是正11289 都是低过了 第二个位置 DMI ADX不够20 所以不看了 第二石 第二石 是9988 大家看第二石 9988 第二石 9988 当然比腾讯差很多 你看到一级一级一路 一直直线 一个下降通道 一直下降 指标 全部 不是 MACD 还未转胆 MACD是好的 4级一级跟腾讯交叠 4级一级 4级一级 当然不漂亮 一定不是中级值得持货的对象 好对象 应该说 我想和大家看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 在这个高位 拉过来 应该这个好些 这条 最高的点 下降通道 再将另一条平行线 拉到最远的点 你看到下跌空间还有不少 既然下跌空间还有不少 我们就要看着 这个股票的关键位 在109.2 109.2 中期关键位 能否守得到 昨天收市位是110元 刚刚守在上面 这个是109.2 的上面 希望它 不要显著跌低 这个位置 就算弹上去阻力 看两个 第一个 135元 135元之后 看第二个 就是这个低位 132元 即是先看132元 并不是 Athletics 承识的性格 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位置 最很重要是$135元 这是阿里巴巴 我们不会建议一些 中线买入 反而,这些股票一定 可能原图 不过还要买 但是币话 让承识更大的 会使用直播率 хотя能做到带买 未必会转好的 就是这样 如果作较坏的打算 最坏的 更加坏的打算就是 你预计这个跌幅 就是由179.9 由179.9 跌到109.5 你这样计算 或者你可以计算109.2 然后同样的跌幅 就由这里再来过 120,135元再跌过来 你就可以计算良度跌幅目标 又或者你保守一点 或者乐观一点 不用跌等长的幅度 跌0.618的幅度 自己计算一下 同样地我们看 三个的 辅助分析指标 5个月平均线在下面 也是等5个月平均线升破 20个月平均线才有作为 都是利淡 亦是阴烛 今星期成交不是缩了很多 DMI DMI 就是多少 都是低于20 所以不用 对不起 我忘记了 腾讯不记得转9988 经常忘记 阿里巴巴 哇 全面利淡 平均线分布整体 整体分布形势 又加上 那一个阴烛 成交大增 今星期 长生却阴烛 一定是利淡 OBV 这个创新低 看看OBV有没有创新低 看看 -1598 这个创新低 这个创新低 还未创新的 就是有少少背持 如果下个星期 即时回升 那创新低 那就理想 否创新低 OBV 就不漂亮了 DMI ADX 现在是40多 可惜的正DI 看一看 正DI 就是向下走 負低向上走 那就是非常利淡 好了 说完这个 第三个创新的创新是建策银行 建策银行 中期形势 好漂亮 连续第三个星期 站在保利加通道顶部上面 其他指标12345 全部利好 全部利好指标 SAR极点高位 5.44 一早就被升破了 中期还要支持 一早就已经上移 一早就去到5.41了 后市挺理想的 大家看着这个位置 6.349 跌到这个位置 5.03 0.618 反对目标 现在不到也差不多了 站得稳 上面站得稳 后市应该是挑战 6.349 阻力 中期还可以再升 当然这个位置会有少少 阻测的 升势 就是6.039 明显的反弹高位 这个形势就很好的 这个股票 如果你的支持位 至于赚位 我认为 如果下星期再站稳 在上面 你可以推上这里 就是5.84 5.84 推上这里 保障你记得利润 这个股票比投资2只好很多 我们可以继续看上去 甚至乎 你暂时不放上去 5.84 你都可以 放在这个 长身驱阳竹的中间位 长身驱阳竹的 身驱的中间位 即是 5.65 和5.89之间 的中间位 其实跟这个 都差不多 和5.84 看上去的辅助分析指数 这次记得按 20月平均数 还在下面 未升破 50月平均数 都是利好的 不是全面利好的 今星期 阳竹升市 成交 回增 OBB支持 配合 应该说 高于这个位置 这个高于这个位置 配合升势 而ADX 正DI 是 一路上升 即是表现上升动力增强 亦是抛离附DI 如果ADX 显著再升的话 那就会漂亮很多 这个形势 就是会支持 但是 小心一点 就是 虽然今天星期的成交增加 但是 如果比对前星期 都是明显有所不及的 况且你看到这个阳竹的新区 长度 比前星期短了很多 即是遇到 开始升势 冲到这些位置 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 第四个说的是美团 美团 我们简单地说一说 美团 没错 对 对 看美团 美团 一个较大幅度的横行区 反复上落 而走势偏远 星期六 这是阴烛 指标方面 是 RSI 就是回到5月平均线下面 对 就是全面利 全部利淡 中期不细 是显著向淡 有股票中期不要想 我们反而要看清楚 今天星期最低 是见过200.04 我们看清楚 191.8的位置 能否搜到 搜不到就看下个位置 183.2 如果183.2都搜不到 那就麻烦了 真的 不出奇 因为一浪低 一浪 你看走势 跌回低一点也不出奇 低过183.2也不出奇 保力加通道底部有迹象 好像想下移 扯了股价下去 这真是不理想 我们不会入市买股票 因为中期阻力 已经下压到242.4 如果你要计量度跌幅目标 183.2 算一下跌了多少 然后再由反弹的高位 是298元 量度下来 你会计量到目标 是会比这个低位 183.2是低一点的 再计量度跌幅目标 我们再看附座分析指标 指标3690 美团指标是平均线程低分配形势 是全面美淡的 最不美的 平均线程低分配形势 说了4只以来 况且今星期的阴烛 是得到成交量配合的 成交量是有轻微的增加的 OBV OBV 就跟股价走势差不多 但是看近这一下 跌 跌得这么急 OBV 也是跌的 但也没有跌穿前低位 现在就 配合跌小 配合偏淡走势 DMI 就是现在的ATX 高20 正DI 就是一直下跌 FDI 都在缓步上升 形势就不漂亮了 情况就跟刚刚刚说过的 那只 建筑银行差不多 都是理淡的 如果你可以画一个下降通道 你会了解到 究竟上升空间 回升空间 和下跌空间的比例 这条 不用画了 跌出 我用这条 OK 可以吗 好 然后 我们拉下哪一条 拉到最低一点 这里 你看到 左力一直在下压 你要升穿这条线上边 站稳才有作为 有机会再反弹上去 因为很多人 现在觉得 哇 新升浪 一下跌下来 等长也升到这里 看着 要这样看的 机会不是没有的 但你要站稳这条线上边 还要留意 它升破这条线之后 通常会有一个后秋 后秋会不会回不下去呢 回不下去 才一浪高一浪这样上 不要说 你从这里开始看的 一浪低于一浪 你从这里开始看的 一浪高于一浪 这是主观的愿望 我要务实一点 看清楚形势发展 最后一只 最后一只 我们看的是 汇控 汇控 汇控的周线图 指标全部理好 这只中期形势非常漂亮 创了52周新高价 就是今周见过的 55.75 今周在这么差的市况之后 竟然是阳烛升市 你说很漂亮 试了一个低位 51.5 我觉得 现在中线持货的指赚位 你可以开始考虑 由50.30先4 如果下个星期再站稳 就推上这个位 51.65 这是指赚位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 我觉得 你可以由这个计器 升浪38.3 升到上去 这个高位 在48元 乘去1.618倍 就加上去 42.2上面 1.618倍 如果你再升上去 指标是继续利好的 市况又转好些的大市 支持它 那些买家更多 买家入市 支持它股价继续上升 你可以放1.618倍 不够 2.618倍 不过到时 你的指示位 就应该由 刚才我说过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51的楼盘 再进一步上移 保障你记得利润 可以这样看 同时我也可以 画一条平衡上升通道 OK 画一条上升通道 怎么画呢 我们由这里画上来 然后 然后 我都不漂亮 不好意思 再来过 由这点 应该由这点 画到这点 这点 这次漂亮了 碰到最低位 那下面那条 不是 不是上面那条 推上去 这两点 低位 中间 最高的点 上升通道 已经升破了 看到吗 已经升破了 已经升破了 那就是 首队上边 继续去 这样看 好了 我们最后看看 它的辅助分析指标 差点忘记转了 平均线 平均线 请低分败形势 20月平均线 先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 已经升破了 50月平均线 这一月升破了 这一月 已经升破了 即是去年11月 已经升破了 现在是维持着 全面利好的 今个月 今个星期 不是上个月 是上两个星期 这个不是月 刚才我一直说 那些 计算月平均线 应该是周平均线 不好意思 我们在说周线图的全部 我刚才说的 所有月平均线 应该是周平均线 这些周平均线 全面利好 今个星期的阳烛 成交流维缩少少 正常的 因为大市正在调整 买家收敛少少 正常的 OBV 很重要 看着 这里是正1451 这里是正1430 未过的 有少少背迟 所以下个星期 就是要破了 这个 就是说下个星期 收市 14507 1451 要破了 否则 要小心回吐 DMI 最后 正DI 是高于负DI 当然是利好 但正DI正在回落 即上升动力 减弱了 我刚才看到 这里确认 就是减弱的 可能要整固少少少才有力再升 大家记得去我的YouTube频道投票 告诉我下个星期你想我重点分析哪个股票 祝大家愉快的周末 Ethnet强化版MQ 手机串流报价服务 股价自动更新 隔身功能包括 全城最齐iPU暗盘 资金流向 血伤持股比例 瞬间捕捉 板块轮动 每月只需88元 加送50元超市现金券 即刻申请啦